躲在原山大飯店裡面吹冷氣 不敢出來面對人民 前一天黃國昌台上炮聲 隆隆怒批 民進黨沒有派人參加凱盜集會 還大酸是躲在原山飯店吹冷氣 藍白陣營也緊咬不放 躲在原山大飯店吹著冷氣 說風洋話 敬畏地 在朝廷上講過一句話 叫何不食肉迷 吹著冷氣穿著棒球外套 在那邊開我們的這個拳帶會 這個就是標準的黨義凌駕民意 但還原當下真的是蔡總統主動聲稱 冷氣不錯嗎 明明是被媒體追問兩次 蔡總統才停下腳步被動回應 不要在這樣的話題上面再次炒作 因為恐怕會打臉到自己 這麼說不是沒原因 因為民眾黨8月6號就要在台中 國際展覽館舉辦四周年黨慶 也是有冷氣的室內場地 國民黨拳帶會7月23號就要正式登場 而地點就在板橋體育館 而這裡頭呢是室內場地 同樣有冷氣 況且民進黨早在5月31號就宣布 要在原山飯店716舉辦拳帶會 黃國昌漢館長則是晚了近一個月 才宣布要上凱道 就連網友也看不下去 反嗆難道是民進黨要你們去曬太陽的嗎 自己撞旗 人家拳帶會還怪人吹冷氣 原山飯店只是因為它是在創黨的時候就成立 開會的時候就選擇在那邊 明明黃國昌和館長上凱道訴求是公平正義 但演變至今卻令了納悶怎麼活動主軸 彷彿成了有沒有